教育产业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三的出口产品 今年受疫情影响 不少大学开始减薪、裁员甚至变卖资产 据媒体8月报道 澳大利亚有大约40所大学 有7所大学被认为面临极高的破产风险 其中不乏一些澳大利亚顶级大学 据报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新南威尔斯大学 9月16日分别宣布各裁员215人及256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 决定2021-2023年每年节省1.3亿美元支出 至今已经裁员465人 多所大学同样面临财政缺口扩大的窘境 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联盟指出 目前各大学已经裁员于1.1万人 这还不包括数千名已经被解雇 或不被续约的临时员工及兼职人员 非营利组织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预估 大学失业人数将会上升至2.1万人 至2023年 高等教育将会损失160亿美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7月才表学通过 节省1350万美元的支出方案 导致90人失业 未来学校每年将再节省1.03亿美元支出 预期更多人将失业 新南威尔斯大学副校长 贾克布斯在给员工的信件中指出 学校明年面临3.7亿美元的财务缺口 校方预计将削减3.8%人力 针对大学庞大的资金压力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特汉表示 对于教育事业前景仍乐观 相信疫情趋缓后 澳大利亚将能吸引更多国际学生 不过澳大利亚教育部也坦言 很难说国际学生何时会回来 根据澳大利亚内政部的统计数据 澳大利亚境内有55.5万人持有学生签证 不过从国外入境的国际学生人数已经骤减 澳大利亚统计局指出 2019年7月有14.4万名留学生入境 不过今年7月只有40万人入境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是富澳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据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 2019年中国内地在澳留学人数 达占比27.3% 贡献了该国国际教育总收入的约三分之一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在今年6月10日表示 如果中国留学生听取建议 选择远离澳大利亚 那么该国经济将受到打击 目前澳大利亚正面临新冠疫情引发的 30年来首次经济衰退 另外据澳大利亚SBS广播公司报道 在澳大利亚的公立大学 面临将迎来更大规模的裁员潮时 该国却把新冠补助给了美国大学 目前纽约大学悉尼校区 正从澳大利亚政府获得流空津贴 而澳大利亚大学则不能领取 澳洲高等教育界人士对此表示愤怒 如果澳大利亚吸引不到更多的留学生 该国的教育产业和经济 将遭受进一步的打击